1920年 美國憲法第19條修正案獲得通過 准許婦女有投票權 在當年的11月總統大選 首次有800多萬婦女參與投票 不過時至今日 美國女性仍在為爭取平等權益而抗爭 有女性民選官員表示 她們母輩的努力就是她們學習的榜樣 在中半島Sometel出生的聯邦眾議員 Zoe Lofgren說 1970年代的國會 女性眾議員只有11人 女性參議員只有1人 不過到如今 眾議院女性代表已上升至101人 參議院女性代表是26人 但與國會535個席位相比 女性總數只占23.7% 為支持女性爭取平等權益 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選舉日11月3日 非牟利婦女組織W Challenge 將舉行一個為期10周的 社交媒體宣傳活動 讓大眾認識過去100年中 美國傑出的女性領導者 支持這項活動的 舊金山市長布里德和 估值官朱嘉文 也說出了自己支持 女性投票權的心聲 這個祿認認認認認識 其實制定機遵 他们在压力下, 他们的在压力上不然 我们没有任何本人 他们也有待于 我们的化妆殊 aus伤了 我们能够做更好的 我们也让他们 是他们做的 As well 我认为这些工作 我认为大家 我们要让他们 他们爱为有多 有关WChallenge的宣传活动 可上wchallenge.org网站查看详情 26台记者 梁秋玉报道